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早前說 資源有限下應該先發展北部都匯區 再進行交易周田海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香港多年來因為土地限制 住房和競爭力有樽頸 土地供應很重要 兩個項目都會退行 兩個項目都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 意思就是兩個項目都會做 而兩個項目都是要怎樣做好 土地供應方面 香港我們平均的居住面積 我們只是大約是16平方米 但是如果你把我們這個土地的居住面積 去比較外地 例如我們低於新加坡的三分之一 亦都低於上海的大約三分之一 我們香港是否永遠都是停在這個階段 不去將我們包括居住的實際環境提升 為何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住大一點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土地 去發展我們的經濟 發展我們的商業 我們的舖金 舖的租金 我們寫字樓的租金 是否有足夠的競爭力 令我們更打贏對方 這個是我經常強調 我希望我們的眼光 應該越看越遠 越看越大 我們的眼光不應該越看越窄 我們為什麼要走 我們要走